你見過什麼樣的中國 是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遼闊 還是三百萬平方公里的澎湃 是四季輪轉的天地 還是冰與火演奏的樂章 像鳥兒一樣 離開地面 衝上雲霄 結果 超乎你的想像 前往平時無法到達的地方 看見 專屬高空的奇觀 俯瞰這片朝夕相處的大地 再熟悉的景象 也變了一副模樣 從身邊的世界 到遠方的家園 從自然地理 到人文歷史 五十分鐘的空中旅程 前所未有的極致體驗 從現在開始 和我們一起 天際 遨游 西藏 西藏地處中國西南 素有世界污籍之稱 地域遼闊的藏北高原 苍茫野性 數千湖泊 點綴其間 河流與山脈的互動 帶來了陌野 密林 與文明 讓我們開啟巔峰之旅 從拉薩開始 先適應一下高海拔的空氣 再到洛堆峰 進一步訓練 之後一路向西 地球最高點在群山中召喚 出道拉薩 高原的氣息扑面而來 只是高海拔和低氣壓 讓這空氣裡的氧含量少了許多 有的人 卻借助這樣的條件 進行劇烈的運動 這所登山學校成立了二十多年 他們在用科學的訓練方式 培養專業的登山者 或者登山向導 這些孩子中的成績優異者 一畢業 就會立即走向 地球上最高的登峰之路 離拉薩不遠 有一座海拔六千零一十米的洛堆峰 對登山者來說 洛堆峰是容易接近和攀登的雪山 每年 預備登頂 珠峰的團隊 都會先到這裡 進行適應性訓練 充足的降雪 讓這裡興起了一項小眾運動 滑雪登山 人們背上雪板 或者利用板底的紙滑袋爬到一定高度 然後高山速降 想說刺激的過程中 身體素質 技巧 經驗和膽量 趨疑不可 前往珠峰北坡的路 需要從日喀澤市的拉茲縣啟程 穿過數百個彎和九十六公里的百游路 道路的盡頭是榮布寺 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寺院 游客乘坐的旅行大巴來到這兒 就算是來到終點 一抬頭 他們已經在最近的距離 看見珠木狼馬峰 還有極少數人 會往前行進大約八公里 抵達珠峰大本營 而我們的飛行 將離開地面 從空中接近珠峰 遠方群山中 排列著世界第四高峰 洛子峰 第五高峰 馬卡魯峰 和第六高峰 卓奧友峰 他們的高度全都超過了八千米 但大部分人 都還是說不清他們的名字 因為在他們身旁 矗立著世界第一高峰 珠木狼馬峰 清晨的第一縷陽光 每天都會早幾秒鐘 抵達他的冠冕 2020年 中國和尼泊爾 聯合公布了珠峰的最新標準高峰 海拔八千八百四十八點八六米 全世界超過八千米的山峰有十四座 其中的十座都位於這同一條喜馬拉雅山脈 大約六千五百萬年前 印度板塊和亞歐板塊發生碰撞 誕生了這條兩千四百五十公里長 兩三百公里寬的喜馬拉雅山脈 這是地球上最年輕的山脈之一 但它已經七千米的平均海拔 超越其餘山脈 冠絕這個星球 在中國 我們能見到的許多地形的成因 都和這次碰撞有關 世界最高的高原由它塑造 無數峻領 湖泊 峽谷 荒原 百塌所賜 風 雪 雨 霧的運行規律 與它修起相關 它極大程度影響了這裡的生命形態 生存方式和文明走向 這是一次極度困難的嘗試 我們的直升機 以近七千五百米的高度接近珠峰 以獨特的視角 看到兩種垂直地面 但卻方向相反的力量 在引力作用下 珠峰萬年不化的冰川侵蝕山蹄 緩緩向下移動 而在強大的擠壓力之下 印度板塊依然在向亞歐大陸推進 喜馬拉雅還在生長 珠峰還在向著天空生長 這趟旅程 我們也水路和公路飛行 探訪喜馬拉雅的最東端 雅魯藏伯大峽谷 在這裡拐了一個大灣 水氣由此進入高原 帶來勃勃生機 但也為道路修建 帶來重重困難 從318國道進藏的遊客 大都會在瑟吉拉山口停留 拍照 拍照 還是拍照 但一年中的大部分時候 他們只能指著照片說 看 遠處就是南加巴瓦 可惜有雲 於是我們飛上雲端 一番尋找之後 終於鎖定了他的山間 他有一點高 七千七百八十二米 有一點老 大約六千五百萬歲 有一點特殊 喜馬拉雅山脈向東的伸展 止步於此 從海洋南來的暖濕氣流遇見他 被迫盤旋 上升 以雲的形態 包裹山體 所以 拍不到南加巴瓦 別怪自己運氣不好 這是正常現象 垂直向下 大約六千米 我們來到地球上最大峽谷 雅魯藏部大峽谷的核心區 被認為是地球上最后的秘境 情有非常少的探險者和科學家曾經到訪 留下了一些文字記錄 這次飛行 我們證實了他們的描述 他們說這裡遍布密林 飛鋪 日冰川 他們還說這裡有一個河床瀑布群 叫做藏部巴東 只要有落差 平靜的江水也會彰顯出它的真實力量 雅魯藏部大峽谷是青藏高原天然的通道 暖濕氣流嚴格按照它的規劃逆江而上 在西藏東南造就一片難得的綠色 大峽谷的入口處 雖然不是桃花原季的出處 但其中的文字 用在這裡竟然也產生了錯位之美 往日青藏地 加杉莫下山中的卓採索 日本的東南偷採索 全個圓大峽根 游客们比野桃花更显鲜艳 他们精心装扮 希望能碰到一个通透好天 因为相比桃源名笔下的桃花园 这里还有一片雪山背景 莫托是中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县 它距于喜马拉雅山脉南路的山中 这里的水汽更加浓重 一年四季中 它化作冰霜雨雪和大雾 阻碍着这个县城和外面的世界连通 但人们不甘如此 面对河流山间 人们搭起桥梁 面对不稳定的山体 人们打入毛竿 加上毛锁 面对难以翻越的嘎龙拉雪山 人们耗费两年多的时间 修建出三公里长的隧道来穿越它 面对雪崩 人们又搭建出长短的棚洞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 这条一百一十七公里长的渣木公路 历经五十多年的修建 直到二零一三年 才全线通车 然而频繁发生的泥石流 还是会将道路冲毁 抢修的工作几乎从未减断 2022年10月 第二条木托公路主体完工 人们从这里驱车三个小时 就可以到达林芝机场 渣木公路背后的攻坚刻难 如同一个缩影 告诉人们 在西藏 无论长短 无论形态 无论地域 每一具车道山前必有落的豪炎背后 都是一个超级工程 十二万公里的公路通车里程 一千三百公里铁路运营里程 这些数字每一年都在被刷新 因为这些路 人们穿行这高原 也如履平地 开启一趟枪塘高原的生态之旅 见识世界第三级的冰雪 飞越众多野生洞的家园 其间还有一种罕见的神兽 向西藏第一大湖表示敬畏 向管湖队员们表达敬意 在高原 水生为云 云降作雪 雪中年不化 年复一年堆积成冰川 树条冰川 树条冰川聚集成眼前这片冰原 浦若杨 浦若港日 他肆意雕刻着脚下这四百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或用冰蛇披山列石 或用冰斗侵蚀出陡峭山脊 或研磨土石造就冰川沙漠 2.3000年 arrangement 所以 对九偶旅 分析 还有 春 园 土実 所身处的羌塘高原 位于西藏北部 面积近六十万平方公里 超过云南与贵州两省的面积之河 平均海拔近五千米 年平均气温大都在零摄氏度以下 羌塘高原绝大部分地方 都是人类禁区 不过当你看到雾旧 就说明这里绝非生命进去 这种石斧飞禽 是会出现在洞武多的地方 他们期盼看到死亡 但更多时候 他们看到的是盎然生机 相比经过驯化的远方亲戚 藏野驴完全没有工作的负担 无处发泄的体力挥霍在自由的奔跑中 为了跟藏羚羊拉开辨识度 藏元链炫耀着他的心形白屁 西藏宗羊正趁着夏天 给予带大孩子 并为冬眠储备能量 众多琥珀为大小水鸟提供了栖息地 一个猛子扎下去 憋气的能力大大超过我们的预期 跟随每年三到四月迁徙至此的黑景鹤 我们看到了这里不同的地貌 江塘高原为生命黄欢 提供了水阔天空的舞台 远处一群牦牛正在翻越雪山 牦牛在西藏很常见 它们奈寒 奈汗 是最重要的牲畜之一 但如果加个也字 数量就极其可微了 总共不到三万头 如果再加两个字 金丝 那便是活在神话里的动物 而神兽竟然就这样出现在眼前 据统计 全世界金丝野牦牛的数量 不到三百头 这意味着 我们看到的 已经是这一物中总数的一百分之一 因为极其罕见 人们对它们的身世也知之甚少 金丝野牦牛为什么有着独特的毛色 它们究竟是不是野牦牛的亚中 至今尚无定论 它们跟普通的牦牛一起生活 一起迁徙 如何分类 是人类关心的 在这荒野高原 结伴而行 才是最重要的 枪塘高原 有着超过两万五千平方公里的湖泊 占中国湖泊总面积的四分之一 气候变暖 使冰川大量融化 瑟林错的面积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 几乎变大了二分之一 2001年 他从纳木措手中 抢过了西藏第一大湖的桂冠 未免至今 大湖周围水草风貌 但在枪塘高原 恶劣天气 曾经给当地牧民的正常生活 带来了巨大考验 脆弱的高原生态 也在人畜数量的增长中 贬得不堪重负 从2017年开始 分散生活在枪塘高原的困难牧民 依照异地搬迁政策 陆续来到县城 开启了新的生活 孩子们离学校近了 大人们离彼此近了 那他们的牲口呢 依然还是过着悠闲自在的日子 只不过这一次 有了规划好的牧区 有了更舒适的羊圈 甚至还有人工种植的牧草 它们长得更快 也更壮实 极高海拔生态搬迁 还在继续 这样的举措既为人 也为自然 牧民们过上好生活的同时 也将枪塘高原更多地留给天地生灵 枪塘的无人区本没有路 压的次数多了 也就有了路 这些固定的车者 刻画了枪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管护员们的职业轨迹 曾经 他们的主要工作是防止盗猎 一旦发现陌生的车者 便会立即警觉 藏羚羊是青藏高原独有的生物 其中一半生活在枪塘 多年前 它们曾经历浩劫 数量从近百万 锐减到五万只左右 随着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加强 现在的藏羚羊数量 已将近三十万只 保护等级从宾威下降到近威 今天 七百多名管护员的主要工作 是巡逻 监测 和记录 在他们的视野中 这片世界第二大陆地自然保护区 正在变得越来越热闹 高寒生物种植资源库 在人们的努力下 正快速恢复 生态安全的屏障 得以加固 枪塘高原 正在成为生态文明的高地 前往阿里地区 见识一座具有超然地位的山峰 山下 一个大湖 一分为二 沿向泉河向西 看到一片神奇地貌 这里曾经存在过一个神秘王朝 在西藏 许多地方都有转山的风俗 很多人一生的梦想 是能亲临这里转山 他就是 刚人波旗 在群山中 刚人波旗 有着独特的地位 刚人波旗 在藏语中 以为神灵之山 印度人认为 这里是世界的中心 尽管它并非最高峰 但刚人波旗 有着超高辨识度 令人一眼难忘 它山起的曲线 与林立的峭壁 共同勾勒出一幅独特的身躯 雨雪风时 山体南侧的横向岩层被摩擦出深深的痕迹 其间纵观一条巨大冰草 刚人波旗 所处的高原亚寒带干旱气候区 年均气温低于5摄氏度 40%的降水 集中在8月 这些细流 来自刚人波旗 及其周围的冰川溶水 其貌不扬 但却是亚洲三条著名大河的正远 或尚有重要水源 雅鲁藏布江 印度河与恒河 三条大河 玉生命 滋养文明 沿岸的新人们 饮水思源 他们认为刚人波旗 便是万水之源 还有的水 留在山下 汇聚成湖 眼前的两个湖 原本同属一个大湖 气候变迁 湖水退缩 一分为二 这让他们 有了截然不同的命运 马旁庸措是淡水湖 更以滋养生命 得到人们的青睐 拉昂 拉昂措 则因为是咸水湖 经常被人冷落 其实 不论咸淡 湖水始终调节着 这里严酷的气候 为人和动物 制造出一片温润 向西飞行 不到两百公里的地方 曾经也有一个大湖 因为喜马拉雅造山运动 湖喷台声 之后风 雨 河水 不断侵蚀 最终 形成了这片五千多平方公里的地质奇观 土林 土林 向泉河畔 有着今天中国人口最少的县 渣打县 它看上去有些冷清 但在长达两千年的岁月中 土林从未缺少人类活动 公元九世纪 一只土拨后裔 再次建立王朝 统一阿里 立都城与土林之间 三百多米落差的高低空间里 遍布洞窟 房屋 碉楼 暗道和佛塔 从下至上 居住者的社会地位也逐己攀升 山巅则是王宫所在 古阁王朝存在于此的大约七个多世纪里 纲人波旗 一直是这个王朝仰望的山峰 海拔六千六百五十六米的纲人波旗风 因为种种原因 至今无人登顶 人们敬畏它 亲近它 在转山之外 还有别的方式 农闲世界 分散而居的人们相聚山下 以马会友 与现代赛马的服装 追求安全性和流线型不同 在这里 拉风最重要 先依怒马 盛装加身 才是应有的样子 起手们依怒马 旗手们侧马扬鞭当然要争先 但输赢没那么重要 从他们的表情就能看出 何顺 何谐 何梦 才是这里牧民们生活的新气象 在高原需要独特的生存智慧 一个咸水湖让耕种成为可能 湖面上竟然行走着羊群 修行在峭壁之上 致杀在大疆之盼 当惹庸错是个咸水湖 不能灌溉 不能饮涌 但湖水蒸发后 形成雨云 能为周边带来难得的温湿小气候 雨水外加雪山溶水 温湖南村人民有了难得的农耕生态 也有了更丰富的一日三餐 夜色正浓 推瓦村的村民已经开始工作 他们需要赶在起风前 用炉灰在冰面 扑洒一条防滑路 然后将已在湖心岛 寄宿一个多月的羊群 接回村庄 只要投羊 能迈开脚步踩上冰面 群羊就会紧随其后 牧民们最懂投羊效应 这是一条由羊群构成的三公里线段 一端是湖心岛的冬季木草 一端是湖畔村庄 这个名场面是在冬季出现 循环往复 循环往复 已有千年历史 黑白调的雪山 在西藏屡见不鲜 但昌都的山 色彩亮眼 蜘蛛寺远离城镇 依山而建 房屋的位置彼此错落 人们需要找到一个最清静的角落 来获得心灵的感悟 在渣囊 一棵树 孤悬在沙地与湖水间 展示着在这里生存的不易 雅鲁藏布江流经渣囊时 水流变缓 河道变宽 与江水一同来到渣囊的 还有大量细小沙石 每风枯水气 河床落露 风沙肆虐无度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 人们就开始摸索 枝树造林的技巧 几十年来 南岸的树就这样被一棵棵栽下去 到了今天 层层叠叠的防沙林 已经足以庇护身后的田野和家园 2015年8月 在一座日山看一座独特的寺庙 到纳木措了解大湖的秘密 前往阳八景收集宇宙的讯息 最后来到拉萨 这座日光之城一直有着诱人的魔力 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 宗山上的这座古堡 担任过许多角色 宫殿 寺庙 九宗政府 最让它出名的是在一九零四年 西藏军民居此古堡 抗击英军的入侵 他们用土制枪炮顽强抵抗 最终弹尽两绝 全部壮烈牺牲 和平安宁的今天 古堡静里高处 看着眼前的春波秋兽 年储核是雅鲁藏部江的重要质量 它浇灌出了西藏最附属的日喀泽品源 在超过三千五百年的粮食种植史中 清科在今天实现了最高产 于是高原之外的人们 也能吃到西藏产出的清科 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青睐这种来自血域高原的粮食 吃出健康才是人们的追求 泥塞日山下 一座寺庙依山市而建 这些红墙尖顶的建筑是重要的佛殿 而下方更大面积的白色是院落僧社 扎士伦布寺是历代班禅的住西地 也是重要的藏传佛教学经场所 2021年10月 第十一世班禅 就是在这个院落中 通过立宗答辩 获得藏传佛教格鲁派最高的嘎亲学位 向北飞行 看见一片宽广如梦的蓝色水域 这是西藏第二大湖泊 纳木措 眼前 一只红色冲锋舟正在接近湖心的黄色装置 2019年 这个浮标平台被投放到纳木措 通过它 水文和气象的动态参数 能够实时传往北京的数据中心 科研人员正在对它进行 每两个月一次的例行挑试 顺便也在临近水域进行了采样作业 漫游在水天之间 这份工作显得寂寞 却令人羡慕 从深水望向深空 789个白色箱体组成了实验阵列 陈列在阳八经 大气稀薄的高海拔地区 是科学家们追寻宇宙超级射线的绝佳场所 宇宙线的研究 在现代物理学的发展中 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从1989年建立到2022年 科研人员们已在此 有过三次震惊世界的发现 也许我们还需要时间来理解它的真正价值 但毋庸置疑 它就是世界上公认的尖短科技 大昭寺的旧称是惹萨 后来演变为拉萨 成为这座城市的名字 围绕大昭寺的街道 叫八阔街 是拉萨人气最高的街道之一 在夜晚 人们能更清晰地看出它的轮廓 随着京顶亮起 八阔街开始苏醒 从熙熙叔叔 到熙熙攘攘 老人与孩子 居民与游客 传统与现代 在每一个清晨 交汇在八阔街 其乐融融各得其所 距离大昭寺不远 布达拉宫也迎来了新的一天 公元七世纪三十年代 土拨首领松赞干部千都拉萨 始建布达拉宫 公元六百四十一年 文成公主启程来到这里 她带来了历史 天文 立算等方面的书籍 对西藏的文化发展 产生了深远影响 文成公主交当地妇女 纺织刺绣的故事 至今仍然在拉萨 口耳相传 而更多更新的民族团结故事 在西藏也每天都在发生 六月的雨云低垂在河谷上空 在很多现代城市 总会有那么几栋摩天大楼的顶部 高耸在云朵之上 但拉萨将城市的最高点 留给了布达拉宫 又将天空留给了雪山 西藏的面积 相当于全国总面积的八分之一 这片国土在中国的西南 展开最宽阔的胸膛 迎接阳光普照 迎接万物生长 进藏的通道越来越便捷 往来这里的人们 有旅行者 有学生 有建设者 也有原藏人员 每一个人踏上这雪域高原 都会情不自禁把目光放在天际 把心灵安于自然 人们都明白 在这片天空之下 一片被守护好的生灵草木 万水千山 才是最好的西藏 每一个来访者的相机 总会捕捉西藏人的笑容 因为那是他们在此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幸福 走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 这片江土 永远会对建设它 热爱它的人们 发出那句熟悉的问候 乍兮得乐 乍兮得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